救護人員火速衝進拱天宮廟旁的通道 因為有一名香燈叫 不明原因突然昏倒 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救護隊分秒必爭 當場進行心肺復甦術 熱心民眾也上前幫忙 急救持續兩分鐘過後 女性徒終於恢復意識 不過還是很虛弱 救護人員當機立斷 抱起她直接往救護車方向狂奔 女性徒跟媽媽一起參加 白沙屯媽祖競箱 26號下午將近3點 在觀看白沙屯媽祖安座儀式時 現場人潮擁擠 加上天氣炎熱 女性徒疑似咒暑當場昏倒 好在緊急急救過後 女性徒已經稍微恢復 後續會送往醫院急救 能夠把握黃金救援時間 靠的就是民間自發成立的 競箱團救護隊 媽祖競箱活動所到之處 滿滿都是人 救護隊成員穿梭在人群之中 搭配機動性高的摩托車隊 能在最緊急的時刻 發揮救援能力上演即刻救援 繼續我們蔡多元李志欣然有請採訪報導